- 全國投資大家好 我是順土投資的 我顧為民喻 歡迎收看今天走行故意 那我們先看今天台股大盤表現 現在台股大盤 即昨天創這個波段 紀錄性反彈以來是個新高 來到這個10971的一個後續 那今天是形成一個創高之後的小度 這個壓回 到今天這個收盤收疊個34點 然後量縮 縮到一個1126億的這個量 那畢竟我想針對近期的一個台股大盤 我想我們在節目一開始 就先不妨問一下各位 你會不會覺得 近期的一個操作難度會很高 會不會覺得操作難度會很高 那之所以我們問各位這個問題 因為畢竟我們在這個波段 不管是說從這個8月6號 當時落底在這個10180 那也隨即展開這一段這個紀錄性反彈 那等於說從這個時間點 我們就透過這乖離率的問題 很清楚告訴各位 互乖離過到即將盤 甚至到8月26號 這邊第一個低點 第二個低點第三個低點 比如說8月26號當時大跌183點 然後年限就做到跌破 那重點是說我們在當天8月26號也一樣很清楚 告訴各位三重底已經成形 延續這個波段這個紀錄性反彈 這個還是做一個實際性延續 那相對我想 就是說這個盤到昨天去創這個 這個紀錄性反彈以來這個新高 來到這個10971 我想距離這個1萬1這個重點 也不過僅僅20幾點之遙 那相對就是說 把前波這個拉回800多點 在這個波段的一個反彈 我想積極呼呼 去做到讓全面性收穫 那為什麼每天談每天談 我們問各位為什麼會操作難度會不會很高 我想最主要各位 你不妨來觀察一個重點就是說 以在這個8月26號當時 三重底做一個成形的那個後續 我想我們每天跟各位做強調 尤其到今天為止 我們的趨勢策略還是維持一個叫 短多的一個操作策略 我想到今天依然沒有去做任何改變 那畢竟我們其實實際上是 觀察一下這些融資融券 這個籌碼面的這個變化的實際上狀況 各位你就發現這個是 這個就是說真的進行的一個散戶投資 這個看法都跟大盤的一個結果 是很很窘的很不同 因為畢竟 以這個盤從8月26號 彈上來到昨天 彈了多少 631點 起6% 大盤彈了6% 那重點 融資余額 我想這是觀察 散戶的動作指標 融資余額也不過太多 增加18億 這段時間 起6百塊點 增加18億 百分比增率 增加的增加率 從3000億來到3千 18億 增加也不過才0.6% 大盤漲了6% 結果融資增加率才增加0.6% 那反之我們看一下融券放空的 這段期間從這邊 起6百塊點 這個波段 融券余額增加高達25.7萬張 這個增率快接近60% 來到增加58%的一個融資 所以說我想這個 各位你看線圖 盤一直漲一直漲 那想當然爾應該閃戶是 一路做多 一路做多 這採一個叫短波段的操作 因為畢竟個股輪動速度很快 那重點我想這個 血淋淋的實際上數據 也告訴各位 漲600多點 其實融資散戶參與度真的是不高 真的是不高 那緩吃就是說 看錯方向一路空 一路空 尤其我們特別去檢視 到底空的哪一些個股 像PA 全新 文貌 這個紅捷科 近期 積極呼呼 每天空每天空 股價都在做一個創高 PCB 不管像藍電 我想這些個股 全面性一路空一路空 融券都在進行 不斷不斷做個攀升 這就是說 相對你看它漲的越高 尤其像我們在昨天分享 各位那個利基一樣 融券的一個 融券的一個比例已經高達20幾% 全面性都是這個融券排行榜 前10名之之內的一些個股 股價持續現在做創高 你看它漲越多 你越看越不順眼 當時低檔你沒有買到 沒有買到沒有賺到 你就坐在那邊捲空 我想大拐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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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路空 我想這個 獲利還是虧損 我想這個各位你就不妨 自己好好去做個思考 尤其就是說 你在昨天這個外資 大買一個178億 比如說 這是今年度第三大的一個買超外資 相對於外資的部分已經連續 到昨天為止連續買了10天 買差不多800億左右 相對來講就是說 以近期這個外資一路買一路買 當然8月份 他是一路賣掉1212億 等於說這一段他在做個 陸陸續續的回補 那配合我想在昨天是 昨天是台子期 他用現貨 買現貨拉高 來出這個期貨 那等於說 昨天這個太子期用 形成比較拉高的結算 那結算的話 期貨他也減了2600多個口 等於是說 買現貨出期貨 那當然我想就是說 以在昨天這樣子 這個樂觀的一個氣氛之下 今天做壓迴 那我想很多投資朋友 是不是又會有這樣子的一個疑慮 這個盤是不是要樂極生悲 我想真的這個問題 我想我們依然很清楚 跟各自的強調 這個盤頂多頂多 是高檔震盪 大概是落在1萬0 這季限之上 1萬0700點到1萬1 我想這個 都還沒有一個 立即 還轉的這個疑慮 所以我想 近期我想我們帶給各位的策略 一樣很清楚 短波段操作 週週賺10% 尤其我們在近期每一天 送給各位很簡單這四個字 趕買趕賣 因為畢竟高檔震盪盤 你的最大的一個課題 當然的話是落在這個叫懸股 懸股 所以我想透過 就是說我們在每一天跟哥做強調 我們在針對我們在從9月份開始 我們針對我們這套快打波 這套軟體 最新的一個進化版 推出你的後續我想 針對多空買賣點 我想各位你很簡單 一鍵就可以來搞定 不管是說短線多空個股 波段多空個股 甚至包括像這個高價的一個 多轉空的這些個股 我想一開盤 早上高檔開盤 結論中開盤之後 工具會立即快速 精確來協助各位 針對走多走空一些個股 會直接幫各位做這樣選定 檔數一檔兩檔 我想是兩檔以內 我想這檔數的不多 相當適合各位 我想這個絕大多數工具一挑出來 都是幾次檔 幾十檔 我想這個你根本你也無從埋起 那相對我想 這工具每一天就挑出來一檔兩檔 我想這個相當適合各位 來做到鎖定的一個操作 那重點挑出來哪一些個股 我想我們陸陸續續 不管多還是空 我想陸陸續續在進行 也都逐日 在我們這個FV社團 也第一時間 事先分享 尤其我們的分享 不是給各位遮東遮西 把股民蓋起來 就是說這個是用截圖的 我想我們是全面性 我們不怕各位賺 就怕各位你賺不到 相對就是說 我們是採全面性 不遮不蓋 直接也都分享給各位 當然的話 不妨還是要問一下各位 有沒有去賺到 你有去談到 我想這個才是各位 你的一個重點 那畢竟我想 真的就是說這個工具 早上這個9點都一開盤之後 挑出來的這些 好像快達短多個股 波段起漲個股 我想這些個股 我們的這個工具等於是說 我們在今天再稍微花一點點時間 跟各位說明 等於是說 這個短多的這些個股 我們的操作循環 等於說 我們是用這個 60分鐘線 就是小時線的這個循環 小時線 60分鐘線 60分鐘線 它的一個循環 買點需要產生做買 賣點產生做賣 我想這全面性就是說 一買一賣來完成一個循環 短線 短線個股操作 我們是用60分鐘 那波段個股我們是採日線 日K棒 一樣是用日K的一個循環 賣點需要產生做賣 賣點產生做賣 畢竟我想我們在今天依然 我想我們真的 都是無私的一個直接分享 等於說 郭老師我們在今天早上 一樣透過這個工具 今天挑出來這個快達短多個股 我想這個各位 你都可以到早上這個9點22分 9點開盤 我想說我們在9點22分 分享給各位 因為還要有一些文書作業 那等於說 分享給各位 今天這個快達短多個股 3443 創意 買點需要再238塊半 238塊 今天拉高 今天收盤 大漲16塊半 漲快才確定7% 重點 我想我們在9點22分 分享給各位 我想各位 你不管哪個時間點去做買進 全面性你是越早買 越早買 你賺越多 越早買你就賺越多 那畢竟老話一句 你不買進獲利 你跟各位有沒有什麼相關 你無論如何 每天跟各位做強調 敢買你敢賺 敢賺 敢賺你敢賺 今天 各位 你都可以直接到今天早上 9點22分 我們在這個FV社團 直接的一個分享 有沒有這檔標的 3444上創意 買你需要產生 大漲16塊半 去16塊半 一張你買一張就是 1萬6千5百塊的獲利 那另外針對我們在今天產生 一樣工具挑出來 波段起漲的一檔個股 3661四星KY 波段買點在這邊 140塊錢 買點需要一產生 我想針對四星KY 今天 亮燈鎖住漲停 亮燈鎖住漲停 畢竟以這樣個股 我們就說這個是針對波段的 波段個股一樣 一樣用日線 日線的一個循環 像當時 買點在105塊半 拉高之後 這邊一個賣點 你一買一賣 完成一個循環 目前又產生這一趟的這個買點 買點在140塊錢 到今天收拔 151塊錢 亮燈鎖住漲停 所以我想這個就是說 我們在節目一開始跟各位問 就是說操作難度 你覺得很高 那我想你覺得很高 這個當下你反而更突顯出 你擁有一套好的一個工具 來協助各位聰明的一個投資 這樣子的一個實際上結果 尤其我們的操作很簡單 工具會可以直接幫各位做選股 選股好之後 我想這個是每天早上就能開盤之後 短線個股波段個股 自動一檔兩檔 快速幫各位篩選出來 那當然各位你都可以直接去做動作 買點訊號產生做買進 那畢竟這些個股你說 透過簡單的一個操作 訊號有訊號我們就執行動作 買點產生做賣 透過這樣子簡單的一個訊號的一個操作 簡單操作輕輕鬆鬆的一個獲利 這個就是說我們一路驗證 這是今天的 那我要說我們在昨天一樣 在昨天FV社團我們一樣 我們分享各位兩檔這個快打短多個股 這兩檔股票 昨天4968利基 昨天收盤是漲兩塊半 起兩塊半 買點在這邊 昨天漲兩塊半 今天盤中 最多漲了8%多 起8%多 到今天這個收盤 收到這個155塊錢 今天 漲了5.1% 大盤做壓迫 所以這間連更凸顯出 這個選股的一個重要性 利基 昨天漲兩塊半 到今天這個收盤又漲7塊半 起7塊半 太半 那短短兩天 昨天漲兩塊半 今天又漲7塊半 兩個交易日從昨天買進 我們這個我們會員都有了 吃股 買進之後 兩天一探多少 10塊錢價差 買一張你就賺1萬 買10張你就賺10萬 這個就是說 全面性你要去做到一點 叫做敢買敢賺 利基 昨天有沒有第一時間分享 這個各位女朋友到昨天 早上10點05分 我們在FB社團的分享 利基 第二檔 尼克森 買點需要再44塊1 昨天收盤漲2.7% 那今天盤中一度 早盤拉很快 早盤一度漲6%多 那到後續 收盤做壓迫 壓迫一人是漲1.3% 等於說 昨天漲今天繼續漲 那相對我想 不管利基 不管尼克森 你買到哪一檔都一樣 全面性 你敢買你就敢賺 那畢竟我想以尼克森今天量 量有出 增量 增的速度很快 賣壓相對也比較重 那等於說到明天 你要去密切留意 他的一個 短多的一個賣訊 因為畢竟他高檔 高檔量爆太大 這個相對來講會有一點的餘力 那畢竟針對利基的部分 這個訊號都還沒有 我們就靜待他賣點產生 我們在執行 這個賣的一個動作就OK 這針對我們在昨天分享 有沒有事先分享 事後再做到驗證 昨天漲今天繼續漲 這個全面性 你只要做到一個動作 敢買你就能夠敢賺 這針對這一兩天我們分享 各位的這個短多跟坡端個股 昨天坡端個股 我想3105這我貌一樣 賣壓現在產生 昨天一樣我貌是量 大漲大概16塊半 漲了6% 今天小弧度壓回1塊錢 訊號 你在等待這個訊號產生 還在延續他的漲勢 是這一兩天我們分享各位的 那另外近期我們也不斷跟各位說 強調敢買敢賣 哪一些個股該做買進 哪一些個股該做賣出 我想我們全面性透過這工序 趨吉避凶我們也都直接分享給各位 這一兩天我想我們分享短多一些個股 你全面性你敢買你就敢談 那我們在近期我想我們不管說 從8月23 28號我們分享各位 賣訊產生的像雍智科 當時賣點在 這都是當時FB社團LINE AT 我們直接的截圖 當時賣訊產生208 我們也第一時間分享 後續上是拉回 到前天來到這個161塊半 賣點在208 這樣下來 兩個禮拜多一點 46塊半的價差 會買不會賣你差多少 一張差4萬6千塊 雍智科 這各位 你都可以到8月28號 我們在當時FB社團 第一時間分享這個賣訊 6231細微 各位你可以到9月3號 我們在FB社團 這個是我們PO到LINE AT 直接的截圖 賣訊 當時賣訊剛好做的產生 到目前 細微 昨天達到跌停 今天繼續創低 今天已經來到55塊4 賣點在76塊錢 到今天存55塊是差了多少 兩個禮拜差了27 8之多 那這個是之所以 我們不斷還是跟各位做強調 有買有賣 會買你也要會賣來完成這個循環 短波段操作 周周轉18 這樣子實際上結果 才能夠去帶給各位 穩定長期的累積你的獲利 那畢竟我想我們在近期我想 針對空的一些個股 我們陸陸續續都有分享 各位這個我們就不再贅述 這一兩天我們都有分享給各位 該什麼購物該賣 什麼購物該賣 這全面性 操作就是這麼簡單 根據訊號來執行這個動作 那所以說我想針對我們在今天 有提供給各位這個 一與三支這個活動 你只要你加入我們這個 今天這個專案 買山送山 那我們就提供給各位 除了加入這個會員 有盤裝這個即時的一個訊息 第一時間的訊息以外 那我們特別針對這一套 最新進化版的這個AI 智慧進化版的這個 我們跨打部隊這個軟體 直接附贈給各位 然後另外買山送山 一與三支 我想這個相對 這對各位的幫助會更大 那比如說針對我們這個活動 你一樣可以直接來電 或者到Lite 來做個直接登記的一個洽訊 好 請你們告一段 謝謝收看 謝謝